相信很多人的生命當中一定會讀到一些貴人 這位學生就將他國小老師給他過程分享出來 當時用我跟中最強的老師作為表弟來和大家分享 我的目視會的題目是 我眼中所知的最強教師 學生如此用心去創作這本話題 風也真真真 晚上去邀請就位國主長的老師來到現場 和這位學生是以我還要開心 這兩人活動過程中 屬性的關係就如何參加親人一樣 這份感動在場的人都感受得對 平平啦 平平啦 那他是死鴨子嘴硬啦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真的是太熟了啦 但是就是說其實我是覺得說小孩子 但是他有一個好的表現 那有這個機會在眾人面前表現的時候呢 我們當然很樂意的來出席他的這個簡報 我非常感謝我們老師的用心 尤其這種類似生命交易 還有感恩的這種手工繪本 其實給我們小朋友會有很大的啟示 有時候回想過去 然後可以去自己替立自己的未來 可能對他的未來影響會很大 我們是希望學生透過這個活動 可以感受到他的未來 而且最重要是當他有成就的時候 請他不要忘記這一段 生命中不一定是行行瞬時 這位女學生在小孩時發生了嚴重的邪惡 當時傷害不能走囉 經過當年學憲 現在他是一名台軍都選手 以用於生命告示 叫大家不要放棄希望 你們可以走 所以你們不會覺得說失去雙腳會很難過 所以我希望珍惜你們現在所擁有的 然後好好的活下去 每一個人的告示 一定有如意或是不順時的地方 社群港鼓勵隻小孩從告示記錄下來 相信在創作過程中 可以讓他們在處感受到死命意義 記者的臉書 蔡文貴 報導 看到中國是 蔡文貴 所有的金額都會很難過 現在跟我們說 統那麼